秋石忍不住直愣愣的多看了几眼 很快被春水拧了下胳膊 不曾想那名高大男子身体厚痒 转过头 皮笑肉不笑的咧咧嘴 露出了一口血白森森的牙齿 吓得秋石赶紧低头 大气都不敢喘 在男人转回头去后 春水气得狠狠地踩了秋石一脚 疼得后者倒吸了一口凉气 满脸哀怨地望向姐姐 最左边孤零零坐着一个如山老人 头戴一顶老旧雕帽 脱了靴子盘腿而坐 缩在宽大椅子上 有些滑稽可笑 右边两名年轻见修 一男一女 瞧着岁数都不大 二十岁出头 至于真实岁数 难说 年轻男子横见在膝 轻轻拍打见笑 女子除了玄佩长剑 发际之间不差朱钗 竟是一柄无风小剑 只是小剑剑柄 悬挂下一粒黄豆大小的雪白珠子 熠熠生辉 正大光明 这不明摆着 召告天下 或身怀一宝啊 恐怕这就是 一高人胆大吧 陈平安 只能如此解释 总之最前边 占据着最佳位置的三拨人 没一方向上好惹的 陈平安深呼吸一口气 摒弃宁神 目不转睛地望向那幅画卷 正阳山 滬山班山园 仇家之一 而且是那种 必须得报仇的大仇家 风雷员刘霸桥 也算旧时 好像偏偏喜欢上了 正阳山的仙子苏家 当时宁姑娘还问了一个 让刘霸桥很难堪的问题 陈平安端坐在椅子上 突然想起仪式 开口让春水秋时 吃那苦雀蛇茶叶 但是这一次 就连秋时都使劲摇头 春水悄悄指了指 站在前方外围的昆船直视 陈平安心中了然 于是他问 我能拿一些回去吗 还是说 只能坐在这里吃茶 春水翘脸微红 怯生生地说 公子 带走是可以带走 可好像 没人这么做过 陈平安咧嘴 大大方方 抓了一二两茶叶 放入袖袋 微微加重嗓音 这么好的茶叶 以后我得回了屋子 再细嚼慢咽 好好吃上一次 陈平安安安静静 等待着那场大战的到来 只是就在此时 他心湖之间 有半声不熟的一个嗓音 柔柔响起 喊了他一声 陈平安 陈平安下意识地 就要四处张望 但是很快 克制住这股冲动 记性极好的 他很快想起了一个人 当时在家乡青牛辈那边 第一次看到 陈平安就觉得 他和身旁的一位同伴 像是从画里连妹走出的一双神仙 金童玉女 神仙美眷 他应该叫贺小良 这位据说是神高宗鼎鼎大名的 道姑仙子 还是清衣小童 最最仰慕清新的仙子 比起苏家还要喜欢 曾经说过一句 半戏谑半真心的魂话 若是有机会给他摸上 一摸贺仙子的小手 他便是折瘦百年 都毫不犹豫 那个嗓音继续 柔响在陈平安的心扉之间 你能不能现在回来一趟 我有事相伤 平时人多眼砸 只能借这个机会跟你聊聊 陈平安一番权衡利弊 瞥了眼腰间的珠红色酒葫芦 心中默念 好 陈平安起身 跟春水说要回房间一趟 去一去就回 春水想要帮着带路 陈平安笑着说不用 就这么一小段路程 哪会走错呀 陈平安从他手中接过了钥匙 默默离开人群 凳子椅子 人山人海 最后边啊 站着一个背负桃木剑的落魄道士 实在没气力去争抢地盘 又是与世无争的腼腆性格 呆呆地站在最后边 束手无策 他手中也端了条凳子 只是发现了层层叠叠的长凳椅子 站满了看客 还有人肩头上骑着志同孩子 他哪怕站在凳子上 哪能看得见那幅画卷的半点光景啊 他不过是堪堪计身三境 远远没有达到中午境 所谓西风引路不识无骨的浮气壁骨 昆船从巨卢州跨州南下 旅程漫长 想要下船都难 只有中午境的洞府境练气势 才能开始勉强御风而行 想要从昆船上一跃而下 逍遥御风落地 恐怕一般的观海境都力所未逮 唯有第八境龙门境的大修饰 才能不被天地所束缚 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乘风而行 他这趟渡船南下之行 之所以如此窘迫 是出了一点意外 一是头脑发热 买了两张对他而言 十分昂贵烧钱的俘虏 二是好不容易 靠着险象还生的一场厮杀 斩妖除魔 得来一粒宝珠 想要脱手卖个公道价格 不曾想到了昆船上 没谈拢价格 店铺愿意买 但是出价太低 年轻道士原本想着 靠这份收入 拆东墙捕西墙渡过难关 若是略有盈余 说不定还能难得阔气一回 住上一间中等房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同钱难死英雄汉 更何况他连英雄都算不得 只是个一心想着斩妖除魔 却事与愿违的可怜虫罢了 真正的张家天师 岂会收了银钱 答应人家去捉妖 却害得好好一户阴石门户 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那户人家最后活下来的两个孩子 质朴懵懂 不怪他的本事不尽 可是年轻道人会怪自己啊 细想到这个 眼眶微红的年轻道人 放下凳子 坐在那边 双手撑在膝盖上 背着一把陶木剑的年轻人 有些茫然 突然觉得自己当初舍了科举功名 一心仿仙问道 最后拜师学艺 学艺未经便兴冲冲下山 想着荡除妖魔 是不是其实 一开始就错了 想到真正的伤心处 愧疚难当的年轻道人 红着眼睛 抬起一手 握拳轻轻锤打心口 好像这样才能好受一些 然后他突然发现 眼前有一只手 手上摊放着一块刻有 大桥山天字号的精美玉佩 他抬起视线 看到一张肤色有黑 却也端正的少年脸庞 那人笑道 我是住在天字号房间的 如果真想进去看画卷 可以借给你用一下 到了第二排之后 去找名为春水秋时的姑娘 就是了 就说 你是陈平安的朋友 他们很容易认出来的 因为是同胞姐妹 长得很像 年轻道人张着嘴巴 傻乎乎的呆着不说话 陈平安把玉佩往他怀里一塞 转身小跑着离去 转头笑道 在那边坐下后 记得还我啊 陈平安一边跑一边想 这个年轻道士也太想不开了 不过是没法子看清楚 花鸟长卷上的画面而已 就这么伤心伤费吗 把先前恰好经过的陈平安 给看得一愣一愣的 推大的一个男人 竟然还抹起眼泪来了 难不成跟刘霸乔和轻衣小童一般 也是那位苏家仙子的爱慕者 但是这些都不是陈平安递出玉佩的真正原因 陈平安只是想起了自己五岁的时候 那个冬天的黄昏里 一遍一遍走在家家户户 大门紧闭的泥瓶巷 也是一样偷着哭 反正大家都在渡船上 这个瞧着比自己还穷三的道士 如何都跑不掉 而且退一万步说 就算真丢了一块玉佩 大不了暂时记载魏博账上 下次他再还钱给魏博便是 相信大乔山已经给了那么大的人情 应该不介意再多给一点 实在不行 他陈平安在方寸五十五里头 有钱 此时的年轻道人 满心汗水地握着那枚玉牌 往拥挤的人海钻去 一路上惹来谩骂无数 等到一位站在天字号房 座位附近的大桥山直视 发现有这么个愣头青 板着脸走去 正要出声斥问 却看到那名年轻人摊开手 露出客有天字房乙号的精美玉牌 直视立即露出了和颜月色的面容 低声询问 可是乙号房的住客 因为大半个月下来 大桥山昆船对于天字房贵客的大致容貌 都有了解 直视才有此问 年轻道人鼓起勇气 小道张山 如今游方历练 虽是龙虎山张氏的远之 但是尚未正是陆入巨卢州龙虎山下宗 清辞宗的在策道碟 与那住在乙号房的陈平安市 是朋友 有事来晚了 这就要去找那春水秋十两位姑娘 话说出口后 年轻人便有些后悔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冲动和唐突了 不该接了玉牌还不知好歹 年轻人心思细腻 情绪内敛 想问题就喜欢钻牛角尖 一时间竟有些吃了 觉得自己好像事事都是如此 学艺是这样热血上头 斩妖除魔也是意气用事 如今还是 在背负陶木剑的年轻人 悔恨惶恐之际 那名执事放下心来 笑意更浓 侧过身伸出一手 适宜年轻道人可以前行 中年执事言语恭敬 请张先生随我来 之后从走到座位附近 听过情况后 春水主动让出椅子 大桥山又增添了一把紫檀椅 年轻道人落座 都像是在做梦一般 由于那位体态婀娜的婢女 刚刚离开椅子 在她坐下后 还留有残余的温热 这让年轻道人坐立难安 脸皮子很薄的 她有些脸红 赶紧挪了挪屁股 只敢坐在椅子边缘 好像自己不这么做呀 就是亵渎了那位姑娘 秋时看到这一幕后 有些好笑 春水其实心中奇怪 陈平安怎么就跟这位 落魄道士有了关系 可她脸上没流露什么 坐在年轻道人身旁的 新增椅子上 作为仙家大派出身的婢女 学会察言观色 是入门功夫 秋时看得到的 春水当然也更不会漏掉 她微微明起嘴 没来由将这位先前在观景台 见过多次的龙虎山边缘道士 跟客人陈平安做了对比 一样是贫寒出身和承船远游 一样是头回见到大世面 年纪更轻的陈平安 明显就要坦然许多 绝对不会如此的局促不安 年轻道人坠坠不安 猛然记起一事 连忙转身递过那枚玉派 姑娘 这是陈平安的雨牌 还给你 春水没有擅自收下那枚雨牌 他柔声说 陈公子去去就回 劳烦张仙师自己交还吧 给那双春水样样的眼眸 那么近距离的凝视着 桃木剑道人又一次脸红异常 如如诺诺收回手 大家风范仙师气度 那时半点都没有 年轻道士口渴异常 可惜只瞅见了一滴茶叶 而无茶水 又不好意思开口询问讨要 只好憋着 一直觉得这个年轻道士 好玩的少女秋时 她便抓起了一片苦雀舌凉茶 放入嘴中 促瞎道 张仙师 这茶叶就是这么吃的 不用炉火煮茶那么麻烦 春水有些无奈 但是当下不好教训妹妹的 无理莽撞 但是她无比清楚 若是个性情狭隘偏激的人物 可就要记仇了 好在年轻道士是个性格温良的 只是满脸帐红 伸手双指 粘起了两片茶叶 放入嘴中 轻轻咀嚼起来 然后 年轻人的脸色 精彩异常 像是志同第一次吃酸菊 或是黄连 恨不得浑身颤抖几下 秋时无嘴娇笑 逗弄这个年轻道士 太有趣了 春水则有些疑惑 年轻道人 无意间泄露出来一个细节 双指碾雾 食指在下 中指在上 分明是常年下棋 年子的动作 才会如此自然而然 浑然不觉 若是穷人门户走出来的 底层练棋士 恐怕连看一眼棋盘的机会都没有 毕竟琴棋书画 皆是富家事 哪怕成了山上人 可下棋一世 最讲究聚精会神 而且深不见底 一个下午境的练棋士 除非自幼喜好 否则绝不会分心去学棋 是陶冶情操重要 还是滴水穿石 增长修为重要啊 倩微支柱 春水心中了然 他觉得 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住在天字号房的陈平安 是市井巷弄走出的少年 却能够每天站在观景台 练拳看云海 而这个腼腆羞涩的年轻道人 多半是书香门第 浸染多年的士族子弟 俗世身份呢 不算太差 可惜在神仙扎堆的山上 完全不够用 最终只能在昆船甲板上散步 春水无意间看到前排位置上 那个被怯懦男子抱在怀里的孩子 转头对他笑了笑 春水礼节性地抱一微笑 他想着 天底下第一桩大考 应该就是投胎吧 而孩子则想着 这么一位好看的小姐姐 应该买回家中给自己当贴身丫鬟 冬天翻书手冷了 就让他帮忙捂一捂 长相随爹的孩子扯了扯夫人袖子 夫人虽然平时神色居傲 可是在孩子这边却极其宠宁 笑着低头凑过去 孩子轻声说出了想法 夫人转头看了眼身后春水 眼神默然 然后对自己的儿子笑着说 资质太差了 中午镜想都不用想 哪怕堆再多的天才地 宝给他也是妄想 没事 等在老龙城那边下了船呢 娘亲给你找一个 洞府镜的女子做丫鬟 夫人嘴上说着 要中午镜的女子当婢女 不但孩子相信了 身边众人谁都没觉得荒诞 夫人言语并不藏藏耶耶 春水脸色惨白 终生无妄济身 终五镜 这让她感到绝望 夫人突然再次转头 瞥了眼秋时 呦 这个小丫头还有点希望 不过一看就不是好生养的 不如先前那个瞧着喜庆 儿子 这个喜欢吗 喜欢的话 娘亲可以跟大桥山开口买下来 孩子顺着妇人的视线转头望去 一脸的嫌弃 干瘦干瘦的 跟娘亲差不多 我可不喜欢 身材高大 却枯瘦的妇人 竟是半点不恼 揉了揉孩子的脑袋 欢快大笑 如夜宵在枝头哀嚎 甚人恐怖 秋时则一脸茫然 姐姐春水滴脸眉眼 五指如葱的漂亮双手 叠放在膝盖上 清津血线 陈平安暂住的房屋书房内 有一位身穿宽松道袍的年轻女官 坐在桌后 轻轻翻过一页页写满楷书的纸张 容颜极美 道姑一手拖着腮帮子 一手翻过纸张 滋容慵懒 这个时候的女子 可能才是最让风雪庙未尽心动的 才会让一位宝平周最年轻的剑仙 喝了一壶佳酿 又一壶烈酒 始终都无法解忧 借酒交愁 愁更愁 愁得一位走遍江湖 看尽山河的潇洒剑仙 都要肝肠尽断 虽然对那位道姑印象很好 但是陈平安还是运用心意 主动联系了养剑湖内的初一十五 得到回应后 这才心思烧定 天上掉下来馅饼 还是掉石头 都要小心 曾经咬老头每次喝过酒 就喜欢说些当时弟子学徒们 都爱听的言语 神神叨叨 那会儿啊 刘宪阳会觉得不耐烦 老人其余弟子 只是觉得罪话连篇的老家伙 比起平时板起脸训人 要和蔼可亲 至于说了什么内容 都不会在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 厚的是福禄街陶叶巷的石板路 莫说是刮风下雨 就是天上砸下刀子 都不怕走不了路 薄的就是小巷子里的泥路 稍微下点雨水 就要泥泞不堪 更薄的就是一层纸 说破就破 便是老天爷赏赐好东西 也成了坏事情 因为拿不住 陈平安每次都会坐在最远的地方 默默记在心里 有意思的是 姚老头平日里最不愿意 跟学徒陈平安讲什么 但是他说的话 反而是陈平安最听得进去 也最愿意当真 坏人做一回好事多稀罕 有几人等得到 可好人做一回坏事 只要落在自己头上 多半哭都来不及 陈平安不希望这趟见面 是什么阴谋诡计 如果是一件逃无可逃的坏事 那么他猜测 极有可能是背后 怀目剑侠里的那把剑 即便魏波软雄和杨老头 三方联手遮掩 仍是露出了蛛丝马迹 陈平安缓缓登楼 开门而入 正听并无神告宗道姑的身影 环顾四周 最后看到了 站在书房桌旁的女子 貌美道姑身穿道袍 却摘去了先前常年不患的鱼尾罐 变成了一顶莲花罐 他所在的神告宗 在道教道统内部 是一个颇为怪诞的存在 道统复杂博杂 传承混乱 道家三教皆有香火 是一笔糊涂贾 贺小良一手扶在书岸上 开门见山道 陈平安 我这趟来找你 是受人之托 陆掌 那个轿子差点就要脱口而出 贺小良脸色如常的改口 陆辰 也就是曾经去过 倪平巷的那位道人 他如今就在龙泉小镇 只是不方便借你 就要我来取回一张药方 只是最后那张 盖有字字珠印的那张 除此之外 还要我还给你 说到这儿贺小良微微一笑 还给你一颗舌胆石 从此之后 你与他一笔勾销 你走你的阳关道 他走他的独木桥 他亲口说 日后我们若是还有机会相见 大可以坐下来 桃李春风 一杯酒 陈平安既松了口气落回肚子 又提起了一口气 堵在嗓子眼 不是为了软穷铸造的那把剑 而是单单冲着自己来的 贺小良微笑道 他最后还要我转告你 从今往后 好自为之 记得一定要在南建国 止步下船 陈平安点头说了声好 贺小良指了指正厅的桌子 两人相对而坐 贺小良想了想 手掌一抹 桌上出现了一方 王国之后流落民间的传国玉玺 方方正正 质地则凝脂圆润 这是一件咫尺物 比起已经相当珍惜的方寸物 更加难得一见 少年崔禅随身携带有一件 当初在大隋书院东山之巅 就是从里头掏出了数十件法宝 一夜过后 打出了蔡家老祖宗的名号 然后贺小良又伸手提了提 咫尺之物的玉玺上方 悬浮有一件刻有云传的古宴 之后这古宴里头 跑出来一本玉制的古书 最后古书之中 飘出了一张小盒印 最后的最后 才是从方寸物的荷叶当中 滚落出一颗舌胆石 正是陈平安 交由贺小良 转赠陆尘的那颗 一样直尺物 三件方寸物 这叫无声的炫富啊 而且炫富炫得一气呵成 可能天底下任何一位 实境练气士 瞧见了这个 都会把眼珠子瞪出来 别人最多是躺着挣钱 贺小良却是躺着 接纳服员呢 贺小良重新收起了 和叶玉书 古宴和玉玺 然后将那颗舌胆石 轻轻推向陈平安那边 看到陈平安 似乎不敢收下舌胆石 贺小良坦诚地说 放心 这次陆尘不会再动手脚了 就像他亲口保证 你我之间的这次见面 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 都不会运用神通窥视 只要他亲口说了 你我就可以相信 陈平安这才驾驭十五 从里头飘摇 印有陆尘斥令四字 贺小良没有伸手去拿 只是运用术法 将其收入自己的方寸物 合一而当中 做过此事 贺小良神色明显轻松了许多 甚至拿起了一只 名为火梨的灵果 轻轻咬了一口 好了 公事已了 接下来就是私事了 陈平安 你别紧张 陈平安无奈苦笑 我能不紧张吗 贺小良问 你有没有听说 我已经离开神告宗 陈平安摇头 贺小良自嘲 看来还是道行太低 名气太小 贺小良笑了笑 不急着开口说话 有滋有味的吃着火梨 此物啊 能够抵御寒意 让人通体舒坦 至于一颗火梨 蕴含的灵气 不值一提 远远不如长春菊 故而售价不贵 经常是山下的将相公卿 在冬春之际的 待客必备之物 但是在青瓷果盘里 却是长春菊更多 火梨屈指可数 如果不是跟春水秋时 问过价格 陈平安绝对会以为 数量稀少的火梨 价格更贵 其实这正是 打桥山这类 仙家山头的底蕴 不小家子气 贺小良吃这火梨 悠哉悠哉 神色闲适 陈平安就这么正心危坐 不知道这位仙师 葫芦里边 到底卖什么药 东宝平州 一州道统的御女 贺小良不知为何 宣布脱离神告宗 有人说是 私下爱慕那位 去往中土神州 负责掌管 上宗道经的小师叔 年轻道姑 终于春心生发 天雷勾动地 火一发不可收拾 竟是要学呢 夫唱妇随 舍了宗门诗恩和长生大道 都一并不要了 贺小良卸任御女 宝平州有道家三宗 新一任御女脱颖而出 不再是拥有天军坐镇的 神告宗 而是秋水宗 一位名声不显的少女道姑 外界揣测 这是贺小良的行径 在一州道统内部 惹起了公愤 才害得神告宗 失去了金铜御女 聚在一宗的大好局面 而贺小良的恩师 更是勃然大怒 公开扬言要清理门户 差一点就要亲自下山 追寻贺小良的行踪 天军其真 好不容易才拦阻下来 世人皆知 贺小良的传道恩师 对他寄予厚望 倾心栽培 几乎示弱亲生女儿 这在神告宗 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老神仙为此伤透了心 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难免会有人狐疑啊 怎的不是说那贺小良 浮缘之身 冠绝一周吗 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啊 难道说 他是闷声发大财 捞取到了更大的机缘 以至于连师父宗门 都可以抛弃 但是道统之内 规矩森严 丝毫不比儒家学宫 书院逊色 贺小良就算 到了这神告宗的中土上宗 背负着这么大的骂名 当真能够长相厮守在那位 掌精道士身边吗 好在正阳山和风雷园一战 转移了视线 轰轰烈烈的打生打死 比起柔长白转的爱恨纠葛 似乎更有吸引力 陈平安看着贺小良 吃过了一整颗火梨 好像还是没开口说话的意思 他只好小声问 贺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思绪飘远的贺小良 收起心神 仍是没有说话 反而仔细打量起陈平安 比起第一次相逢于 黎珠洞天的青牛背 少年个子稍高 肤色稍白 眉眼之间 也有了一丝灵秀精彩 身为一教掌教的道士陆臣 在贺小良去往梧桐树 悄悄登船之前 就有过一番开诚布公的言谈 除了贺小良说给陈平安听的 其实还有许多 说不得不可道的内幕 比如陆臣当时就身在 泥坪巷少年祖宅的隔壁 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 拿着吹火筒 真为客人 却要忙着做饭 而身为主人的少女智龟 却懒洋洋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时不时还会扭头望向造房 催促陆臣能不能快点 贺小良当时坐在陆臣附近 在知道这位年轻道人的真正身份后 贺小良不知为何心如止水 这让他自己都感觉到奇怪 当时陆臣一边略带自得之色 嘴上则埋怨着吐苦水 当时你齐静春乱点鸳影谱 跑给贫道一个天大难题 来而不往非礼 贫道就干脆当回千鸿县的月老 看到底是谁起高一筹 陆臣说着这些混账话的时候 满脸坏笑 只是贺小良无动于衷 由内而外皆是如此 这让陆臣觉得很没劲 他的性子呀 太像大师兄了 若是像二师兄那样的才有趣 但是有趣归有趣 相处起来绝对不轻松 比如小镇走出去的 杏花像少年马苦玄 陆臣在耐心等着 生米煮成熟饭的期间 直白无误地告诉贺小良 陈平安送出手的两颗舌胆石 他和他呢各占其一 这就如同一条河的两岸 而那几张药方子 尤其是陆臣赤令四个珠印 则是一座桥梁 虽然这是陆臣的一桩深远算计 其实谈不上什么恶意 恰恰相反 这才是陈平安离开小镇之后 气韵一事能否否辟及泰来的一半原因 一半是本命词破碎 次次吸引机缘却次次错过 只是靠着天生命应 靠着一股子娘胎里带出来的将劲 或者说作为关键棋子的特殊身份 硬生生熬到了大局落定 等到了后续冥冥之中 一些无形之中的天道补偿 至于另外一半 就是他陆臣的手笔了 可能齐静春早已看穿 但是愿意顺水推舟 相信陈平安吉人自有天象 懂得取舍 故而乐见其成 看不见的人 如陈平安自己 自然毫无察觉 因为桥梁搭建而起之后 陈平安与贺小良出现了一种 玄之又玄的牵连 福祸相依 一起分摊 所以说 陈平安分去了贺小良 足足半数的服务员 话说回来 寻常人接纳这份机缘后 说不定早就暴毙了 若是命薄如纸 你别说是倾盆大雨 一滴雨水就给打穿了 或是哪怕命很硬 却一孤行 什么都敢拿 什么都敢要 那些看似很小的因果 最终来的排山倒海 别说是福禄相的青石板路 就是西边大山 都会被摧毁得半点不剩 陆臣初衷并无恶意 但是至于陈平安会不会被称死 因福生祸 陆臣是全然不在乎 事后证明 齐景春看错了人而已 听过了一位道家长教的泄露天机 贺小良在那一刻 始终心如止水的心境 终于开始出现破绽 如镜面出现裂缝 他心知肚明 一生顺遂 鸿浮齐天的那个贺小良 走到了一处崖畔 是契合大道逆流而上的宗旨 破镜重圆 从此一步登天 还是一步跨出去 坠入万丈悬崖 粉身碎骨 只在他接下来的一步之间 而且哪怕选对了 也未必能够像之前的修行 那么一日千里 毫无阻止 当时已是他万事如意的人生中 最为险峻的时刻 尤其是那种身不由己 沦为其子的感觉 糟糕至极 修行可不是为了去当一个大人物的牵线傀儡 哪怕这个大人物是陆尘 是清明天下的遗教掌教 比起之前的那一次 还要让贺小良感到心烦意乱 在他十四岁那年 他成功斩断赤龙的那一天起 少女贺小良就发现 师父看待自己的眼神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纯的少女开始知道 那种会让他感到一丝不舒服的眼神 已经不单单是长辈看晚辈的慈祥 而是夹杂着男人看待女人的意味 但是当时掌教齐真正在闭关 沈告宗上下紧张万分 在他离开沈告宗去往黎珠洞天之前 老人便直接了当与他说了 打开天窗说了一番亮话 要他做一对道旅 老人还说 他为了他甚至可以离开沈告宗 做一对逍遥快活于高山大泽 不用计较世俗眼光的野鸳鸯 若是贺小良不愿意颠沛流离那也无妨 大不了继续做表面上的师徒 暗中结为道理 老人保证内部阐述双修大道的残卷 可以让师徒二人都记身上武进 绝非拙劣下作的房中树采阴补阳之流 贺小良不愿意 而且没有任何虚与伪移 若非当时老人没有把握无声无息地拿下他 恐怕早就出手了 这一才有了去往黎珠洞天的那趟远游 因为有些风景 贺小良只想独立走到山巅亲眼去看 其实对于什么世人眼中的双修之法 什么背离风俗的师徒道理 贺小良并不是那么看重 也无多少的偏见 贺小良只众大道 道家真正上乘的双修秘书 其实远远不是凡夫俗子误以为的那般不堪 是性命双修的一个旁支 甚至不会被划入也是道的诸多旁门左道当中 旁门左道之所以听上去贬义 其实在山上炼气室而言 无非是无法直达上午镜而已 一样是了不起的登天大道 在贺小良从大理返回后 那位授业恩师彻底撕去慈祥长辈的伪装 寻寻善诱言语胁迫 愤懑恨恨是手段摆住 贺小良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应对的从容不迫 但是内心深处他觉得有些可悲 因为他知道这就是老人所选的大道 但是太小了太偏了 他不愿意陪着老人走这条尽头出风景 远远不够壮丽的狭窄道路 之后 风雪庙陆地见仙魏晋进入南建国 老人误以为是贺小良请来的元首 以时间收敛许多 不曾想贺小良拒绝了魏晋 魏晋昏昏恶恶 醉酒其旅远去江湖 这让老人只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但是好事多磨 那个与他辈分相当的年轻道士修为不高 却敢庇护贺小良 敢跟他当面叫板 还撂下一句令人背脊发寒的狠话 又让老人进退不得 十分为难 可说来好笑 那个家伙很快就匆忙赶往中土神州 匆忙到只能跟贺小良有过一场私下谈话 不管如何 贺小良并非向外界所想那般依附于小师叔 而是选择勾调沈告宗的在策道集 这让老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掌教齐真对此颇为宽容 力排众议 不追究贺小良的背叛宗门 其余一干沈告宗长老 几乎人人愤懑 觉得宗门养了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 但是既然掌门天君都发话了 也只好作罢 持有贺小良的师父想要下山 接问于他 依然被齐真劝回山门 说是劝回 其实当时已经跟随陆尘去往大离的贺小良 听闻消息后 他比谁都清楚 掌门齐真一定是强行拦阻了老人 说不定还是大打出手 才将老人打回了自己的府邸 因为一旦没有了他 老人那条原本早已风雨飘摇破败不堪的大道 就要彻底断绝 以老人执拗的性格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但是注定一切徒劳 先为他身后 站着陆尘 是一个能够对天军齐真随意发号士令的存在 贺小良思绪万千 贺小良一直没有回答陈平安的问题 陈平安只好安静等着 陆尘再深谋远虑 也不过是顺势而为 贺小良突然眼睛一亮 猛然站起身 似乎解开了心中某个死结 原来 原来就是天作之合 但是贺小良又默然心神颤抖起来 他依稀记得第一次见到少年 只看出了 有缘却原浅 这才是他的大道本心 但是为何现在却会觉得原来原生 甚至还会觉得是天作之合 这还是陆尘这位道家长教的推演计算 果不其然 心湖之中有个懒洋洋的嗓音略带笑意 不错 能够想明白这一点 说明经此一意 扪心自问之后 你交出了正确的答卷 你的心境裂缝已经弥补齐全 哪怕是将来再有重创 也不至于像今天之前 极有可能一裂击碎 接下来 你可以去网区卢州闯荡了 事先说明 频道可没有偷听偷看 只是之前早早在你心湖埋下了一点东西 当你得出答案后 就会解开 频道便能知晓了 不说这些 那么最后 频道又有疑问 需要你扪心自问 你应该如何处置陈平安呢 这么说话有些闻蹭蹭了 不是频道的一贯风格 不如换成 贺小良 摸着你那深藏不露的胸脯 问一问你的良心 要不要斩草除根 将你眼前这个暂时不知 原事善恶的有缘人 一掌拍死 以免心结成死结 坏了将来的大道根本 容颜极美的年轻道姑 望向坐着的少年 他面容潮红 他眼眸冰冷 陈平安与他对视如坠冰窖 腰间仰剑湖内 初一和十五 叙事待发 杀不杀少年 好像都会是陆陈的意料之中 算计之内 第一次是贺小良要过自己那一关 这一次则是要过道家长教 亲手布置的一关 当然陆陈不会请力而为 否则就跟直接杀人无异了 他显然对贺小良是寄予厚望的 不至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冒昧倒孤第二次扪心自问 森寒眼神逐渐变得媚眼如丝 更不用说脸颊飞红 让他那张原本端庄的容颜 变得让人感到极为陌生 只是心湖之上 涟漪大振 惊涛骇浪 苦不堪言 陈平安一言不发 死死盯住那位言行古怪的神高宗道姑 甚至有些怀疑呀 是不是传说中擅长蛊惑人心的妖狐 变换成了贺小良的模样 否则怎么可能判若两人呢 但是直觉告诉他 他们之间生死一现 贺小良情不自禁的双手扶住桌面 渗出汗水 并搅轻丝紊乱 贺小良心飞门外 一声叹息 轻轻想起 像是强行压下了贺小良的心湖洪水 贺小良 其实贫道早就给出答案了 只是你被大盗蒙蔽心境 你杀也好 贫道不会拦 不杀也罢 贫道也不强求 都可以通过此官 偏偏你既拿不起又放不下 昏昏噩噩 最后还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 竟然想要杀了陈平安 再与之明昏 既可斩断因果 又自认无愧 真是可笑至极 如此功利手段 真能助你通向山巅 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陈平安为何事事坎坷 却能够活到今天 你事事顺遂 资质逐绝 偏偏连着最容易迈过的门槛 都走不过去呀 贺小良 这位在一周之内 高不可攀的真正仙子 颓然坐在椅子上 脑袋趴在桌子上 面如春巢大口喘息 那双眼眸之中 竟然有些水气 雾蒙蒙望向对面的少年 眼神之中 既幽远又愧疚 杀意全无 看得陈平安一头雾水啊 怎么 我没欺负人呢 这不养剑狐狸的飞剑还没出呢 再说了 就眼前贺小良那么大一练气势 自己就算是初一十五进出 甚至再加上做样子的降妖除魔 也是一个梳字和一个死字 贺小良久久回神 雾气渐无 春巢渐退 心神大定 他站起身 对少年笑了笑 他总算变成了陈平安初见的那个神仙女子 白鹿作伴 仙气鸟鸟 他斩钉截铁地说 陈平安 等到你哪天死了 就会是我贺小良的郎君 他最后 竟是坚定了一半的本心 做出了最早的那个决定的一半 不杀人 不杀人 却结缘 星湖之上 陈辰的嗓音 低沉浑厚 带着不加掩饰的赞赏 缓缓响起 福生无量天尊 贺小良 即刻起 你已入贫道 陆尘门下 为敌传弟子 第六 可在聚卢州 开宗立派 陈平安 呆若目击 他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贺先生 你说什么 是不是我听错了 不然你再说一遍 什么死了什么郎君呢 陈平安越发确定 眼前这个贺小良 多半是喜欢捣乱玩笑的 深野狐媚 贺小良有些羞难恼火 瞪了一眼 占自己便宜的陈平安 他深深望了一眼陈平安 然后就此离去 陈平安始终坐在原地 眉头紧皱 似真似假 如梦如幻 龙泉小镇 一座已经气而不用的老旧学术内 头顶莲花罐的年轻道人 独自坐在一张小书桌后 望向齐静春站了一甲子的那个位置 道人沉默不言 手指下意识在桌面上轻轻滑来滑去 回过神 陈晨抬起手臂随后一抓 从昆船御风离开的贺小良 竟然直接被他从滔滔云海之中捞了出来 哪怕是贺小良这样的金丹镜练骑士 千万里路途转瞬极致 都觉得头晕目眩 亮清了一下才站稳了身心 贺小良肃容 正依金定心弧 凝神魂 后退三步 伏地叩拜 弟子贺小良 拜见师父 从一周道统的御女 一跃成为道家遗教教主的嫡传弟子 无异于礼于跳龙门 陆晨点点头 抬手示意贺小良可以起身 起来吧 在贫道门下 不用拘泥拜师遗鬼 心一到了就行 你现在多半不信 以后相处久了 等你见过其余五位师兄师姐 自会明白 大道之外 皆是虚妄 对于儒家那套世俗礼 甚至是自己道统内的金科玉律 生于浩然天下 而真正成长于清明天下的陆晨 始终不太在意 或者说 在飞升之前 他就是这么一个贝离世俗的人物 所以活得很旷达奔发 留下的文章 也以逍遥二字 著称于世 不同于大师兄的面面俱道 二师兄的分寸火候 他这个小师弟 哪怕在师父跟前 一样不太讲规矩 为此还被大师兄劝过 甚至是被二师兄揍过 之后陆晨依旧是我行我做 好在偶尔出现在 小莲花洞天的师父 对此并不介意 陆晨看着略显局错的年轻 频道的谍传在于你连过了三座门心关 第一 察觉到了频道的算计 当机立断 赶紧回数 追问自己的本心 拨开了天作之和的假象 抓住了原浅的真相 此关一过 你才不会在聚炉舟过早夭折 否则到了那处建修遍地 多如牛毛的地方 一切只靠快剑和拳头说法 你将来终究会遇到大的挫折 一旦心境露出破绽 由于你这辈子太过顺遂 会崩碎得极为彻底 频道都不用寻找你的下意识了 陆晨伸出手 点了点贺小梁微笑道 你要知道 这次谢时跟大理讨要三人 李希胜且不去说他 马苦玄是我二师兄挑中的幸运儿 一老一小 臭味相投 至于有没有其他内幕 道统内自有规矩 不许师兄弟三人之间相互推演演算 而你贺小梁 则是频道挑中的人选 因为你的道心与频道当初的修行历程很像 破开迷掌直直本心 所以你比想象中的什么棋子傀儡 什么道家在这座天下百家之争的布局 要简单得多 频道只是看你顺眼 便选你做弟子了 你真以为那些文妙的老头子 不会死死盯着频道的一举一动 所以说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你贺小梁以后 能不能再去卢州站稳脚跟 好好活到最后 只看你自己的能耐 频道远去清明天下之后 不会刻意照顾弟子 儒家圣人们不会故意坑害于你 而且你还有一位在中土神州云游的师兄 以及在建起长城那边历练的师姐 真出了事情 你可以找他们帮忙 既然你们如今已是同道中人 有了同门之仪 就要给频道这个当师傅的 争一口气嘛 说到这儿 陆尘微笑 放心 频道可不是你在神告宗的师傅 不会要你做什么双修道旅 贺小梁又变成了那个气质清凉的美貌道工 大道之外 皆是身外物 他问了一个思量已久的问题 我们道教主掌一切的清明天下 是否也有儒家圣人的暗中布局 陆尘哈哈大笑 这是当然 哪儿都一样 谁都忙得很 你会不会以为马苦玄 未尽宋长靖之流 就是最顶尖的天之骄子了 那你以后真该去中途神州看看 或者将来去往清明天下的白玉京 你就会明白 一山从有一山高 贺小梁坐在不远处的一张书桌后 腰肢凝转 就这么与陆尘对视 他闻言后眉头微皱 似乎有些想不明白 陆尘完味道 你是想问 为何三教不干脆约好 只在自家地盘上发展势力 排挤其他教派学说 省得如此糟心 贺小梁点了点头 这正是他心中所想 陆尘感慨道 因为如今这一座座地盘 完全就是最大的几处古战场 那可是先贤们用性命换来的成果 我们也怕后世天地变色呀 若是选择故步自封 或是让下边的人觉得大道阻塞 是怎样一个下场啊 当今一座座天下 就是最好的名证 陆尘随手一指 是小镇神仙坟的方向 山河依旧 但是曾经高高在上的主人 已经沦为烂泥地里的一堆残枝断骸了 贺小梁有些明误 有些太过遥远的事情 晦涩难明 知道的人不愿意说 又不写在书上 后世之人当然茫然 太多太多的揣测猜测 小说家的推波助澜 天马行空的文人笔扎 故作高深雨的败官野史 不计其数 年复一年的泥沙巨下 恐怕偶有一点点真相浮出水面 也都被迅速淹没其中 最终反而被当成了谬 陆尘笑了笑 扯远了 回到正题 你的第二观 在于贫道需要确定你这趟去网去卢州 是让你依附于天军谢时 还是由着你自立门派开宗立护 所以故意设置了一个陷阱给你 让你以为自己竟然舍弃了两个都对的选择 偏偏选了一个最错的决定 让你误以为就要与大道擦肩而过 要你心生悔恨 质疑自己的大道本心 贺小梁坦然道 只是靠着脑子里仅剩的一丝清明 才能够过关 关于这一点 贫道最后用作收官 来解释你与陈平安为何能够结缘 先说那最后一关相对复杂一些 是一座连环关爱 情之一字可作万般解 男女之间罪易动心 所以贫道早早在你心湖之间种下了一粒情种 在不知不觉中 他一遇机缘之雨水 就会生根发芽迅猛无比 这本是不入流的速成之法 但是对你贺小梁反而管用 何况再不入流的法门贫道使出一样入流 有师徒之恩的神高宗师傅 精彩绝艳的同辈人风雪庙未尽 你平想的市井少年 前两者你顺利闯过 成功恪守本心 丝毫不为所动 唯独最后一关 因为贫道刻意刁难 帮着铺路搭桥 才让你贺小梁陷入两难境地 你若是 陆尘站起身手指弯曲 轻轻敲打着那顶 象征着长教身份的莲花罐 继续说 你若是迷迷糊糊 道心被陆尘二字所震撼 便选择走在贫道 帮你开辟出来的道路上 那么贫道依然会准许你在 举卢州开宗立派 但是绝对不会收你为徒 守徒一事何其难也 陆尘收敛笑意 要成为陆尘的弟子 就该有终有一日 我的道法比陆尘还要高 道路比陆尘还要长的念头 离经叛道 离的什么经 经不过是先贤所写而已 盼的是什么道 道不过是先贤所走的路罢了 为何不自己去看看 饶师贺小良这般性情凉薄的人物 心底都油然生出耸然和敬意 他站起身 对陆尘毕恭毕敬行礼道 希望终有一日 弟子贺小良能够与师父同席而坐 坐而论道 陆尘嘖嘖道 有点难 贺小良重新坐下问道 师父所谓的收官 做何解 弟子与陈平安的结缘 也有深意 当然 若是寻常人 你不是贺小良 他不是陈平安 那么贫道这次辛辛苦苦 当月老牵红线 半点看不出高明 齐静春的乱点鸳鸯谱 是给担子 希望有朝一日 少年能够以人心挑山岳 而贫道手中红线两端 是两个人 更是两面明彻无垢的镜子 相互映照 而不只是让陈平安 分摊你的福源 再拿陈平安 帮你渡过情关而已 陈陈转头望向贺小良 现身之前的方向 陈平安的心性 天下奇人怪人万万千 贫道也看过千千万 未必有多出奇 但是恰好与你贺小良的心性 相似而又不雷同 冥冥之中颇为契合 所以连你们初次相逢 两人身份悬殊 你仍是看出了远浅 其实你不是远浅 而是你修为有限 看浅了 贺小良轻声问 师父 这又是考验吗 陈臣哈哈大笑 你都已经当了贫道的弟子 我还要什么考验 怎么想一股作气成为道祖老爷的嫡传 与陆臣平起平坐 才罢休 贺小良眼神清澈 摇头笑道 不愿做此想 既然当了师父 就该送新弟子一份见面礼 这份礼啊 可不小 还是你师父下来之前 好不容易从你师祖那边得来的一点道 贺小良愣了一下 才刚刚在昆船上切断与陈平安的那座桥梁 自己又变成那个洪福七巅的贺小良了 陈臣好似看穿貌美道姑的心中所想 他放声大笑 一掌拍在桌面 贫道带你去走一趟光阴长河 逆流而上 一座黎珠洞天 哪怕竖法禁绝 可自然还是难逃天道之间的大规矩 比如春夏秋冬生老病死 然后在掌教陆臣的大神童之下 冬秋夏春死病老生 仍是置身于天地间的学术 却仿佛与天地暂时无关联的贺小良 看着身边光怪陆离的一幕幕倒退而去 貌美道姑眼神异异 这正是他想要走的道路 陆臣微笑 跟在贫道身后 去往一处地方 带你见两个人 两人起步离开 身后是越来越崭新的学术和孩子们的朗朗读书生 蒙学志童们名副其实的倒背如流 这是大概某种禁止 或者说是齐静春跟道祖做过交易的关系 志童们的容貌千毫必现 声音清晰入耳 但是他们面对的那位教书先生 已经并不存在 仿佛完全消逝于光阴长河中了 一路穿街过下 贺小良紧紧跟随在莲花灌道人身后 生怕自己一个走错就会迷失其中 最后 陆臣停下脚步 说稍等片刻 贺小良不敢动弹 站在原地 陆臣一挥袖子 乾坤倒转 一切恢复正常的秩序 岁月长河开始顺流而下 之后 陆臣才带着他来到一座摊子附近 贺小良不知道这位掌教师傅为何要带自己来此 难道那个摊子有古怪 贺小良凝神望去 是一位貌似质朴憨厚的中年男人正在兜售谈葫芦 然后贺小良看到一个有黑消瘦的孩子缓缓而来 就站在他的身边 悄悄望向生意忙碌的摊子咽了口口水 等到生意冷清些 孩子就默默走开 陆臣打了个响指 白昼夜幕转瞬即逝 摊贩日复一日做着寻常生意 那个孩子或者上山采药归来 或者去西边抓鱼回来 或者帮着街坊邻居提水路过 一次次经过摊子 终于有一天 本该去上山采药换钱的孩子 哪怕已经背着背篓 走到了泥坪巷口子上 可是一想到之前那趟运气好 摘到了几位值钱草药 家里的小米缸 破天荒满了大半 最少之后一寻时光都不用担心恶着 于是孩子便抬头看了眼阴沉沉的天色 似乎在告诉自己天要下大雨 就算去了山上 多半会半路返回 于是孩子跑回祖宅院子 将箩筐一放 从墙脚跟一只小桃罐里摸出几颗铜钱 然后飞快奔跑在泥坪巷 去往那座摊子 但是当孩子距离摊子越来越近的时候 脚步就越来越沉重 跑得越来越慢 以至于离着还挺远的地方 孩子站在了原地 一脸天人交战的滑稽模样 死死攥紧拳头 握着那多余出来的几颗铜钱 最后孩子走近几步 蹲下身 就那么抬头痴痴看着那些鲜红鲜红的冰糖葫芦 陆成和贺小梁就站在那个孩子身边 陆成笑问 如果设身处地 你觉得孩子在想什么才算人之常情 贺小梁毫不犹豫 想着 若是能够吃了糖葫芦 而不用花钱就好了 陆成笑着点头 拭目以待 之后 摊贩做完了生意 在休息的时候 似乎无意间看见了那个 一次次路过自己摊子 却从来不买糖葫芦的孩子 汉子想了想 坐在凳子上没作声 最后仿佛实在是起了侧影之心 站起身对那个孩子招手笑道 来来 我这就要收摊子回去了 还剩些些糖葫芦卖不出去 你想吃的话 我可以送你一串 不要钱 汉子笑得极为憨厚本分 跟庄家汉无意 拔出一串糖葫芦 对着那个少年晃了晃 拿去吧 可是孩子赶紧站起身 笑着摇头 就那么跑开了 贺小良有些疑惑 如果这就是小时候的陈平安 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其实并不奇怪 陆臣伸手指向那个卖糖葫芦的汉子 此人是中土神州 一位在世俗当中名声不鲜的阴阳家 事实上以一己之力 就能够抗衡整个阴阳家陆氏了 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怪人 就连大师兄都无法完全猜到此人的想法 贺小良越发疑惑 陆臣笑道 这些都不是关键 接下来才是 陆臣伸出手掌 由上往下缓缓一抹 贺小良身边出现了一个小陈平安 这个孩子跑过去收下了那串不要钱的糖葫芦 蹦蹦跳跳返回泥坪下 很开心 吃过了糖葫芦便嘴馋上瘾了 隔了几天呢 第二次又去摊子 又拿到手一串不花钱的糖葫芦 这个刚刚习惯了吃苦的贫苦孩子 惰心见起 时不时就会想起那些糖葫芦 上山采药便比往常少了 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少年并未变成什么坏人 但是在贺小良眼中 的的确确 已经不再是那个青牛被初次相逢的 草邪少年了 在这之后 重回原地 陆臣又是手掌一抹 小平安再次出现 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白收糖葫芦 而是选择花钱购买 在那之后 孩子越发愿意吃苦 拼了命挣钱 但是吃腻了糖葫芦 有次又喜欢上了糕点 当孩子一年年成长为少年 在贺小良眼中 好像这个陈平安也不太对劲 随着陆臣一次次抬起手掌 贺小良看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陈平安 一种种出现微妙偏差的人生境遇 贺小良到最后陷入沉思 陆臣笑了笑 回去了 一前一后走向学术 此时此景 其实很像真实流淌过人世间的那条岁月长河之中 当初齐静春带着少年去往老槐树讨要一张槐叶 陆臣双手赋后走在前方 他问 想明白了什么吗 贺小良轻声回答 唯有手心 方是一人 陆臣嗡了一声 不再说话 贺小良问 难道弟子想差了 还是看得不够高不够远 陆臣突然转头大笑 没有没有 想得挺好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你这个弟子总不能灯下黑 瞧不出自家师傅的道法通天呢 在陆臣带着贺小良看遍人生百态的时候 在某一节光阴长河的河段之间 有一位双鬓微双的儒士 在蒙同下课后 坐在屋内独自打谱 面容清晰 不再模糊 在陆臣和贺小良的当下 或者说离珠洞天的当年 齐静春弯腰捏起了一枚棋子 微笑道 不过儿耳 当陈平安走下高楼返回座位的时候 竟然已经错过了两场大战 隔壁椅子上的道士张山 见到了陈平安 连忙起身拱手道谢 陈平安只得抱权还礼 接过了玉牌 这场公开的死敌之战 公平起见 战场没有设置在风雷园或者正阳山 而是风雪庙六脉之一的神仙台 风雪庙作为兵家圣地 相较于镇武山更加交友广泛 加上形式风格远比镇武山低调 宗门弟子下山多游侠而非沙场武将 所以与两家关系都不错 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至于风雪庙为何选择神仙台 一来是神仙台位于高峰之巅 事业开阔风景宜人 仅就观感而言 是风雪庙掀弃最盛的一处风水宝地 二来神仙台弟子稀少香火凋零 几乎只靠着魏晋一人支撑 而魏晋因为恩师的关系 又对宗门并不亲近 想必风雪庙也有借此机会 袭击着魏神仙台增加香火 陈平安从秋石嘴里得到结果后 大吃一惊 先前两场大战 风雷员竟然都输了 一位祖师和一位辈分居中的著名剑修 先后死在了郑阳山对手的剑下 第二场祖师大战 其实是同归于尽 但因为郑阳山老祖拼着最后一口气 比风雷员建修更晚宴一下 风雪庙按照规矩判定着郑阳山获胜 占地广袤的神仙台上 并没有出现人头攒动的景象 数量稀少的建筑密集庸促在东北角 只有身份地位和修为实力兼备的 宝平州练气室才有资格登楼观战 其余修士只能在风雪庙别处山峰远观 诺大一座神仙台 仿佛只留给交战双方 经过交谈之后 陈平安才发现 道士张山在这之前 甚至从未听说过郑阳山和风雷员 这并不奇怪 巨颅州练气室向来自视甚高 对于九州之中最小的宝平州一直看不起 可能也只有山崖书院 关湖书院 大骊崔禅 武夫宋长静和剑仙魏晋 这些个地名人名 能够入得了巨颅州修士的法眼 再者以道士张山的修为和眼界 又不在一个大州 熟人宝平州的风土人情才是怪事啊 风雷员和正阳山是世仇举州皆知 源于风雷员的园子最深处 那座事件场上 有一具郑阳山女子祖师的尸体 战死后被曝晒至今 风雷员当初非但不愿归还尸体 让郑阳山弟子帮着入土为安 甚至连那把刺入头颅的 风雷员志士常见都不曾拔出来 就那么任由门内弟子和入园客人 任意观看 已经三百年 何谓启齿大辱啊 这就是啊 郑阳山作为一周见到顶点 见其灵霄 最近三百年蒸蒸日上 仅就最年轻三代弟子的优秀程度而言 其实已经胜过风雷员 郑阳山在那之后 几乎每一家子就会有人前往风雷员挑战 试图请回祖师尸骨 让他死而瞑目 但是当时斩杀郑阳山女子剑修的风雷员原主 在那之后又活了三百年 哪怕郑阳山三百年间天才辈出 但是在他面前仍是无法取胜 他对于后来的挑战之人 倒是没有那般出手狠辣 但也算不得仁慈 或断长生桥 或回本命剑 可能对于郑阳山剑修来说 其实生不如死 还不如壮烈战死来的痛快 这就是东宝平州风雷员 以一人压抑山的典故由来 如今风雷员原主总算死了 就在新年春 传闻悄悄兵节转世 又恰逢约定俗成的甲子之战 虽然风雷员已经严防死守 希望这个秘密不要外泄 但是郑阳山不知从何处得知 一山树丰巨势震动 群青激愤 有人脱家带口上坟烧香敬酒 有苟延残喘的扶修老人大醉酩酮 郑阳山的年轻剑修更是战意昂然 三百年屈辱愤闷 终于有机会一吐而空了 事实上两场大战之后 郑阳山的的确确确赢了 而且赢得很漂亮 面子里子都挣了个盆满钵满 以至于最后那场最年轻一辈的分胜负 打与不打都成了多余 婢女秋实有些担心 觉得最后一场多半是打不成了 那个叫风雷员的门派已经输掉两场 好歹第二场风雷员的老祖只是差了一口气 好歹挽回些许颜面 若是第三场再输 那就是连输三场传出去风雷员的名声 就算彻底毁了 风雷员现在止步 还能捞一个愿赌服输的安慰 陈平安想起那个一同入山寻找接触的建修刘霸桥 他突然说 第三场风雷员一定会打 刘霸桥对陈平安来说 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在那波外来神仙当中 留给陈平安很深的印象 陈平安单纯觉得能够交出刘霸桥的宗门 不会就这么退缩 果不其然 风雷员正阳山和风雪庙三方 一番秘密交涉之后 面若志同身材矮小的那位风雪庙宗主 带着一男一女走到神仙台中央 宣布第三场大战即将开始 正阳山出战一方为苏驾 女子玄佩常见 腰别一枚养剑胡 英姿萨爽 可谓倾国之字 风雷员出战一方 为原主关门弟子 名叫黄河 背负着一只巨大剑侠 不知是藏有大剑 还是拥有多把长剑 在几乎所有人 都在关注两位年轻剑修的时候 陈平安却在悄然运转体内 真气凝神望去 寻找那些阁楼内某个身影 虽然长幅画卷就那么大 但是此事之所以风靡天下 就在于炼骑士和纯粹武夫的眼力 都远远超乎常人 诗人见戒子 既是戒子 道祖却像是看到了一座天下 凡俗看一花一叶既是花叶 道祖却可以看到一个小千世界 陈平安眼神一下子会暗起来 抓了几片雀蛇茶放到嘴中 细细咀嚼 一栋高楼的顶楼廊道中 一位白衣魁梧老者 双臂还凶正在俯瞰神仙台广场 有相貌精致的女童 骑在老人头上 老者位置居中偏右 蓝根之后的这一层 据是郑阳山的祖师爷 男女皆有 一个个气宇不凡 见其汇聚如江河入海 气冲斗牛 陈平安死死盯住这个白衣老人 片刻之后转移视线 另外一栋高楼 是神仙台留给风雷园的观景点 从上到下 所占剑修数量稀少 比起郑阳山中武镜剑修的请朝出动 风雷园这趟随行之人屈指可数 而且多是容貌年轻的晚辈 例如吊儿郎当坐在栏杆上的刘霸乔 坐姿不雅 但是两战皆输后 刘霸乔神色凝重 穷酸道士 看得神情专注 他喃喃道 开始了 秋实笑道 先前两场比剑 都是奔着打死对手去的 这一场价不用分胜负 而且无关大局 我估计会打得你来窝网 不会再像先前那么血腥了 陈平安不做点评 他的心子 主要还是放在那头 郑阳山班山园身上 陈平安默默记住郑阳山所在阁楼的一张张容颜 知己知彼才能有地放尸 比起将来的旁敲侧击和道听途说 现在眼中所见的这幅画面最为直观真实 将来这些人 说不定就会是阻拦自己登山说礼的潜在对手 当然距离那一天还很遥远 当下陈平安才三镜五福 毕竟再强的三镜也仅仅是三镜啊 头顶雕帽的如山老人嘖嘖道 这名叫苏家的女娃娃 有点悬楼 一语重地 最右边的年轻剑修 习惯性的拍打剑鞘 他输了 可惜了那只养剑狐 许人不输 恐怕去卢州都找不出第三只 一语成衬 一语成衬 三招而已 苏家出了配剑 出了养剑狐狸的本命飞剑 仍是被对方那个叫做黄河的年轻剑修 打得倒地不及 原来男子背后大侠内装满了小剑 跟背着一个马蜂窝差不多 并非什么本命飞剑 只是擅长分心驾驭飞剑 打得苏家根本就无从反击 一次被飞剑洞穿持剑之手的胳膊 一次被切断腰间悬挂养剑胡的红绳 最后一次被两把飞剑定入左右手腕 倒在血泊中的郑阳山仙子已经昏厥过去 宝平州真正让人浮重的仙子 其实数量不多 沈高宗玉女贺小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之后就是苏家与三四人并称于宝平州 是无数年轻恋骑士心目中的神女 爱慕已久 甚至有人戏言在苏家成名之后 郑阳山每十年收取的弟子数目 比起先多出了三成之多 剑修黄河站在苏家身旁 抬起只脚踩在那只品相极佳的养剑胡之上 脚底板轻轻碾动 这位风雷员年轻剑修 嘴角扯起一个弧度 环顾四周 最后转头望向郑阳山祖师爷并排而立的那栋高楼 从他眉心处掠出一柄漆黑如墨的本命飞剑 嗡嗡坐下 当这把飞剑颤鸣之后 整座神仙台周边的云海山峰 从云淡风轻变得无比紊乱 公然示威挑衅之后 年轻人收回本命飞剑 往那座高楼朗声道 六十年后 我黄河会登顶郑阳山世界 再摘走一颗头颅 放于风为原 顶楼一位白发苍苍的郑阳山祖师 须发张扬怒目相向 忍不住就要下去锤死 这个口出狂言的小王八蛋 风雷园剑修所在的高楼顶层 突然大门打开 走出一位容貌俊美的黑衣剑修 笑望向那位蠢蠢欲动的郑阳山祖师 周赫 以老卖老 很不好 不然 我来陪你玩玩 在这个剑修走出大门后 不单单是白发祖师爷 郑阳山那栋高楼上下 皆为之恶然 震撼之余 还夹杂有一丝不愿承认的绝望 此人正是风雷园原主 李团景 精彩绝艳 四十岁的时候就寄身十境 但是之后漫长的数百年岁月当中 一直不曾破镜 匪夷所思 但是哪怕没有继身上武镜 李团景是公认东宝平州最强的实境剑修 没有之一 魏晋在破镜继身十一镜陆地剑先之前 一样自认无法匹敌此人 不是说好了李团景兵姐身亡了吗 李团景不再理睬那些精役不定的正阳山老祖 抬起头像是在微笑望向所有观看此站的幕后人 他一手附后 一手双指变拢 轻轻一旋 一缕清风萦绕之间 手腕一抖 李团景微笑着说出一个字 斩 那一缕清风离开黑衣剑修之后 瞬间化作一道气势磅礴的巨大剑气 在神仙台上空旋转一圈 当场斩断了风雪庙 神仙台与外界的联系 画卷中人目瞪口呆 画卷之外面面相缺 画卷内神仙台高楼上 李团景既没有找谁的麻烦 也没有撂下狠话 就那么站着愣愣出神 眺望远方恢复书卷姿态的云海 这让风雪庙如是重负 李团景作为最强实境建修 杀力之大 有目共睹 当一名炼奇士被誉为某个罪时 尤其是在一周范围内 必然是十分可怕的存在 比如最年轻的九镜纯翠武夫 大骊藩王宋长进 在京城围剿一战当中 已经展露出传说中 十镜武夫的实力 打破李团景的记录 成为最年轻的十镜建修 魏晋 如今已是上武镜神仙 高高在上 背负剑侠的风雪庙黄河 缓缓返回高楼 正阳山那边 则开始让人赶紧营救苏家 李团景双手赋后 面带笑意 哪怕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也要掐住你们正阳山的脖子 哪怕让你的尸骨 随后会被徒子徒孙们 带离风雷园 可以后仍是半点痛快不得 你看看 三百年前 你赴我一人真心 我便叫你们整个正阳山 整整三百年抬不起头来 你害得那些个侥幸成为剑仙的山门晚辈 都没脸皮照开庆典 只能躲在山顶云海里 唉声叹气 哪怕我如今要死了 又如何 这下子 你满意了吧 李团景收回思绪 转身走向下楼的楼梯 手掌轻轻拍遍栏杆 李团景走到下一楼 来到一位年轻人身旁 好不容易等到了大战落幕的刘霸桥 嘴唇颤抖 李团景笑道 霸桥 看到心爱女子受辱 眼睁睁看着她渐心崩溃 因为敌对阵营 无法出手相救 又感同身受 情难自尽 是不是很难受啊 刘霸桥猛然回神 就要跳下栏杆 却被李团景伸手拦下 错着便是 刘霸桥愧疚道 袁卓 李团景微笑着说 没事没事 喜欢上一个最不该喜欢的女子而已 不算什么 天塌不下来 更不用为此愧疚 刘霸桥不知如何做的 既不愿说违心欺人的言语 又觉得愧对宗门 愧对原主 李团景问 苏家就此沉沦 估计仰剑湖都要被正阳山收走 艰辛一回 这位本来让你们这些娃儿自残行贿的仙子 整个人的精气神就算是垮了 以后可就不是什么仙子了 说不定连正阳山的寄名女修都不如 霸桥 我只想知道 你还会喜欢她吗 刘霸桥乌也道 这辈子都喜欢 原主 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啊 李团景感慨一句 傻小子 很好啊 那就这么一直喜欢下去吧 但是别耽误了练剑啊 要知道你一直是我很看好的人 不比黄河差 以前不跟你说这些是说了没用 之所以现在可以讲了 也是因为以后没有机会了 刘霸桥突然转过头来 原主 好好练剑 以后争取将我的尸骨 与那具尸骨葬在一起 霸桥 若是风水轮流转 正阳山那个时候如日中天 压得咱们风雷员一个个夹着尾巴做人 你该如何做呀 刘霸桥再没脸皮和胆子坐在栏杆上 他站在栏道当中 速溶道 剑修当然以剑术道理 李团景打趣 哟 想极了年轻时候的我呀 随后李团景眺望远方 记住 男女之间这套行不通 以后可莫要觉得自己剑术高 便事事如此 与心爱女子说话 还是要 要温柔啊 还是需要说一些情话的 李团景转过头 望向从楼梯口缓缓走来的闭关弟子黄河 望向两位年轻人 这位宝平州最强实境练器士 洒然笑道 我死之后 以后风雷员就交由你们两个去扛起大梁了 黄河脸色冷漠 师父 我一人足矣 刘霸桥嬉皮笑脸 这感情好 能者多劳 不用我挑担子 李团景开怀大笑 伸手指向黄河 剑修之杀力无穷 明动天下 归你 然后手指转向刘坝桥 剑修之潇洒绝伦 纯九美人 归你 李团景最后悠然自得 总之 都归我们 风雷员 在去往南建国的昆船之上 妇人身边的魁梧男子讥讽道 除了最后出场的那个黑剑修 还算有点真本事 其余三场大战打得一般 若是放在咱们巨炉中 哪有脸皮摆出这么大阵仗 妇人点头笑道 那只杨剑胡是真不错 不知有没有机会买下来 拱手肃力的老嬷嬷微笑着说 妇人只需报上名号 想必不能拿下杨剑胡 最左边座位 那个头戴雕帽的如山老人 实在受不了隔壁那份锅灶 以及没个尽头的指点江山 从第一场大战起 附近那些家伙就在吹毛求疵 这里不行那里不好 烦得要死 老人便歪了歪脑袋 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潭 三人剑术 势比不得咱们巨炉州的剑仙 可三场大战 打得意气十足 酣畅淋漓 还要咋呀 高大男子立色倒 老家伙找死 老人冷笑一声 找死又如何呀 不如定个生死状 看完了风雷员和正阳山的热闹 咱们也让别人瞧个热闹 输了 老子认栽 赢了 我干你那片头三天三夜 咋呀 绝不叨叨 说干就干 妇人身边那个斯文儒雅的怯懦男人 当起了倒降户的何时老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出门在外 大家又都是巨炉州人士 何必伤了何情 身材干瘪的瘦高妇人 非但没有动怒 反而饶有兴致地转头望去 可惜老了点 估计就你那老妖 经不起老娘三两下折腾 床下打架跟床上打架 大不一样 对吧 老腊肉 我呸 别说你这猪肝娘们 老子连你那小白脸男人一起干 陈平安厅的目瞪口呆 怎么感觉像是重新回到了 倪平像姓花像啊 最右边那个年轻剑修 转过头来不耐烦地说 要打就赶紧打 少在那抹嘴皮子 别脏了我们的耳朵 好吗 又来了个脾气暴躁的 非但不劝架 还往死里边火上浇油 陈平安有点头疼 该不会真打起来吧 以小剑别发剂的女子剑修 对此无动于衷 只是抬头望向画卷 似乎在回味三场死战蕴含的精气神 好在那位先前与魏波打过交道的船主 笑着走过去 视线扫过众人 从如山老人作为骑士 每看到一人便抱拳喊出一个称呼 剑翁先生 清谷夫人 忽虑公子 能否卖我一个面子 今天就这么算了 三方大可以不卖船主的面子 甚至卖不卖给打桥山一点薄面都无所谓 但是当船主爆出简简单单的三个名号后 事情就简单了 绰号剑翁的如山老人 是巨卢州南方一位极其有名的怪诞剑修 境界不算太高 金丹镜 无门无派 但是擅长养剑于骨翁中 而且经常无偿帮助中武镜剑修 温养飞剑 故而交友遍天下 清谷夫人 不是剑修 却有一个实镜剑修的干爹 护独子至极啊 而且拥有一把极其不讲道理的神兵利器 加上夫人本身一是七镜武道宗师 精通近身厮杀 凶名赫赫 至于年轻剑修的父姓胡律 在巨卢州更是鼎鼎大名 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族内啊 有一位陆地见仙的玉仆敬老祖宗 正是先前带队前往道玄山的剑修之一 性格耿直 与益州道主谢时是相交莫逆的好友 狐律当代家主 是巨卢州东部一个最大王朝的大都督 由于先天不适和修行 是一个手无夫妻之力的文弱书生 却最终啊 手握三十万雄兵 麾下收拢了近千余剑修 有千剑文帅的魅玉 打桥山倒是谈不上害怕三方 不是说实力足够跟狐狸家族掰手腕 而是天高地远 鞭长莫及 至于呢 喜欢豢养面首的清谷夫人 和一介散修的剑翁先生 打桥山当然就更不怕了 但是来者是客哪有做生意做成仇家的道理 老人哎呦一声 身体前倾探出身子 扭头望向那名年轻剑修大声问道 姓狐律的小子 狐律银子是你什么人哪 年轻剑修美好气的说 是我小叔 闭关很多年了 你认识 老人一巴掌拍在腿上 狐律银子年轻时候 贼没进伊木托客的 头回上妓院开婚 还是老子带着他去的 那之后啊 三天两头的跟在老子屁股后头 他娘的只听说天底下有蹭吃蹭喝的 像你小叔这般蹭嫖的 老夫活了一大把岁数 生平所欲 仅一人 年轻剑修仗红了脸 赶紧小心翼翼的 瞥了眼身旁的女子剑修 并无异样 他才略略的松了口气 对那个糟老头子 义正言辞的说 我小叔不是这种人 如山老人翻了个白眼 嫂子跟你小叔 那是相互帮着 推屁股的瓷式交情 你个厨儿 懂个屁 年轻剑修如遭雷击 女子剑修终于忍无可忍 怒喝一声 闭嘴 老人嬉笑道 好凶的小婆娘 得嘞 你小子有的苦头吃了 年轻剑修心知要糟 只是根本来不及出声提醒 女子剑修已经灭若寒霜 出言不逊 口无遮拦 就打碎你的狗牙 用以挽住青丝 那柄就已经极小的拆子飞剑 剑身无风 玲珑清晰 但是离开主人头顶青丝之际 剑尾就绽放出一丝血量光芒 飞剑轨迹 在空中拉伸出一条极长的刺眼白线 世间飞剑 本就以迅猛急速 难以防御 著称于是 但是这名女子的小剑更是快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太快了 大开眼界呀 陈平安心思微动 哎哟 我疼死老子了 如山老人捂住嘴巴 鲜血直流 言语含糊不清 原来飞剑刺破嘴皮 直接打碎了老人的一颗门牙 老人不怒反笑 痛快至极 双手拍腿喷着一嘴的鲜血唾沫使劲的嚷嚷 好一柄电车 不愧是我去卢州最快的飞剑之一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啊 便是亲谷夫人都有些悚然 又是一位老祖身为不释出剑仙的后代 而且比起势力庞大的狐狸家族 那柄电车的上任主人属于势单力不薄 战力极其强横无比 曾经独自仗剑行走于藏龙卧虎的中土神州 配剑名为虎寺 飞剑为电车 虽然陈平安不知道这些巨卢州山顶处的机密内幕 何况他们都用巨卢州的哑言对话 陈平安呢 根本听不懂 但是这一场风雨欲来的神仙打架 毋庸置疑 所以他老老实实的坐在原地 做好了见机不妙就随时跑路的准备 好在这段时日的闲聊 经过春水秋时的讲解之后 也清楚在这艘跨越三州的昆船之上 遇到什么神仙都不用太奇怪 至于昆船底下 那座宝平州的市井江湖 其实没这么多惊世骇俗的存在 不但是小小的东宝平州是如此 哪怕是地大物博 江湖剑客多如牛毛的巨卢州 也一样 女子剑修在飞剑归翘之后 对打桥山船主歉意一笑 后者心中大定 其实有他帮着一锤定音 事情反而不会复杂 只会早遭落幕 果不其然 三方各自安静下去 没了先前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 这一刻 陈平安在小镇或是落魄山 其实都没觉得如何江湖险恶 远远没有青衣小童那种绝望到麻木的心境 但是看过了花鸟条幅之中的剑修之战 又看着近在咫尺的神仙过招 陈平安在内心告诉自己 陈平安啊 别光顾着喝酒 练拳再勤勉一些才行啊 早点练剑 陈平安下意识转头望向昆船之外的天空 遇见飞行 穿云过雨 与飞鸟作伴 这让他十分憧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